10月12日,又跑星期六的賽事 頭場只有五板前六米,只有11隻馬跑 簡單逛逛逛這隻九號的南京之遊 過往的容天盤,其實是一隻三板馬來,之後玩軌了 減了兩季分,轉了兩次馬房 落到五板,見到上季加上今季兩次在五板上陣,就開始接近了 特別上場,直路都不是完全看得到空之下,跑近的 看回這幅圖,南京之遊 直路這裡塞了一塞,整排馬在他前面都不是很全力思維 輸近大約輸了兩個多馬位,輸給楊榮抽抽 福貨呢,史卓鋒就一直拿來摸著 提回神粗紀錄這裡,史卓鋒福貨,快跳都自己包辦 史卓鋒的草地,快跳都自己包辦 史卓鋒的草地,快跳都自己包辦 五騎士明顯心中有馬 今場我覺得會有些賠率可以搏一下 再選上去就是這隻2號的金樽輝煌 上鋪鋪鋒都算不幸運 12檔,到尾都放得很漂亮 看到這裡也是放個跟前二碟都不錯 可不可以呢,在彎米的時候被馬蓋 看到這裡明明一個好位置都移進去 直路都要浪費一段時間才能夾到位網空出來 到沖得最順那隻,前面就被一隻超輕網位震天走掉了 頸位落敗,都不太幸運 今次回來填操,希望找位順利些少 再選這隻3號的七步 都相隔日子比較短在上陣 看回上場,在4班的時候他追很多 雖然對頭馬那隻標之王者不是太有威脅 看到這裡也是落後得比較多 最後才爆上來 都輸2個多馬位 對頭馬不是太大威脅 但今次有個變數就是落下5班 配陳家希-10磅 這是雙重優勢 其實馬上桂落5班跑的兩次都很近 擺明是5班都一定有得爭 今次減10磅 應該就不會留得被動跑 可能會跟前些少 這隻3號的七步我覺得尊位望贏 這場重心3隻就是 第9號南京之友 拖2號的金津輝煌 以及3號的七步 臨場看看可能會稱高七步一點 就是七步一點嘛 謝謝大家